周文王给后来的周武王留下来的最珍贵的财富 就是杰出的人才和仁义的名称 这些人才当中最有名的有两个 周公 周公大 和谁呢 全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的 江泰公 这两位也受到后来儒家学者的高度赞领 那么我们首先要看一看 这两位究竟是何等人物 周文王留给周武王最宝贵的财富 就是杰出的人才 周公和江泰公都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那么周公和江泰公都有什么才呢 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什么呢 有为什么会得到儒学家的高度赞美呢 周公大 他的字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他的名叫大 古人有名有字 生族年月不祥 我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的 什么时候去世的 享年大概有数数 在当时也不算短寿了 他是周文王之子 他在周文王的时候 受封在周元 所以他是第一位周公 周公他是第一位 是西周时期中国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教育家 思想家 在儒家的传统当中被称为什么 大家知道吗 元圣 周公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诗人 是一个学者 他的言论 今天还保留在赏述 我们还可以看到周公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被后来尊为儒学的奠基者 他是孔子最崇敬的古代圣人 《论语》里边讲 圣一五衰也 九一五不负梦见 周公也 什么意思 哎呀 惨啊 我老了 老到什么地步啊 太长时间了 我都没有梦见周公啊 这是论语理孔子的 孔子认为 梦不见周公 做梦梦不到周公 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这难道不可以看出 周公但在孔子心目当中的地位吗 孔子一生中 最大的愿望就是恢复周理 而周公在孔子的心目中 几乎就是周理的代表 可见周公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呢 那么江太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 江太宫钓鱼 愿者商货 关于江太宫都有哪些神奇的传说呢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整韩兰